大家好,我是東華三明哥凱凱紀念小學學生主任 今天我們會講一講我們學校幸福校園KHN Karma加H的實務實踐 其實幸福校園KHN是我們今年一個大的主題 在裡面當中有很多其他的活動、細項包含著 我未能夠一一講完的在這個時間裡面 都抽了一些重點來講 首先介紹我們學校的背景 我們的學校其實原來都1977年那時候就創辦 東華三院在新界裡第一間小學 地點就在葵聰藝瑤村 這個年度我們全校有17班大約有331個同學 這個就是我們的校舍 最初的時候走正向教育其實就源於一個叫做快樂小息 那時候其實是2017年左右 那我們的社工當時的社工就覺得 同學同學連在小息的時候都要守規矩,都要排隊,都要安靜 都不是安靜,都要守規矩,不可以跑 那樣的就覺得好像是困住了,連在課室又是困住,到操場又是困住 所以睡眠組和體育組合作,就設置了一個快樂小息 就變成了在照片裡,當時2017年那時候就有快樂小息 可能是玩呼拉圈,還有大繩,有些籃頭活動 希望他們在小息的時候都可以透過一些運動 練習和同學相處有意義和滿足感 但是接著我們就再反思一下,其實那時候都開始有正向教育這件事 那怎樣可以令到同學內化到正面價值觀 是不是只是笑得開心,玩得開心,玩得精彩就是 那怎樣可以令到他們遇到挫壞的時候 可以是更加積極樂觀去處理問題,建立自己的成就感 那我們就帶著這些問題就有發展了 德功課程和成長課這個結合上,就放了24個性格強項 那都希望是有些主題可以讓同學去學習的 那在去年呢,我們都參加了這個聯合正向教育交流會 那這個是去年呢,我們最後,就是我們在去年介紹了 接著我們就展望是怎樣呢,這個正向教育的旅程 就是由中間的心心,教師那方面推展到學生,推展到家長 那我們呢,今年是怎樣呢,一會兒就會告訴大家 這個呢,好像很多圖案一樣,就是今年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幸福校園KHN 我們希望可以令到孩子起藥的樂活 都希望他們可以發揮到成就感投入感 那你見到呢,這個摩天文其實有些特別的 每一卡呢,他們是不同大小的 其實有三卡是特別大的,有三卡是特別小的 主要就是因為呢,這個是Perma加H 我不用解釋了,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主要這六個車卡呢,其實今年我們主要做就三個 就是全程投入正向情緒成就感 所以這三卡呢,我們今年的Post卡那些都是特別大些的 那當然呢,另外那三個呢,都其實一定會是包含在裡面的 只不過是可能我們沒有這麼清晰的,或者去表達 我們通常都是全程投入正向情緒成就感那方面 那接下來呢,就有三個題目去講解我們今年做過什麼活動 那最主要我們在正向關係正向情緒那方面呢 我們呢,就希望是建立到學生的幸福正向的校園氣氛 去令他們有一個經歷 那你見到呢,我們主要我放的照片是課堂 其實呢,就希望他們的經歷不只是透過活動 都希望融入到課程,或者是在課堂裡面發生 那但是這些呢,就一定是由老師去到介領的了 每一個課堂都一定是老師接觸最多 他可能在學科上面,怎樣給一個正面玩貴 那些小朋友,上課的時候要逢學守規矩之外 都要帶到一些正面的情緒,正面玩貴給他們 所以我們很著重在教師層面那方面的 那在教師層面那方面呢,我之前說了 2017年呢,其實我們已經是開始想是正向教育這件事 都有著一個先機就是價值教育組 那然後我們就開始成立了正向教育專責小組 那當中裡面是聯繫著訓育、支援、課程、課外活動主任 這些行政組別他們的工作呢,去到配合的 那而校長和老師呢,都是在學正向教育這一樣的 出去參與北山堂的課程,參與一些正向教育的研討會 那在東華三院呢,都很好,就給了機會我們每一間學校 都有一些領導層呢,是去了澳洲 Geylon Grammar School那裡去到取經,去到參觀的 其實真的是 那所以扣著這些經驗呢,是希望先進入老師那裡的 那剛才所說的,其實我們的教師培訓呢 分三大個範疇,在院本裡面,東華三院 除了剛才說澳洲訪校,還有一些聯校教師工作坊呢 其實到了這幾年呢,就算剛剛,其實我們七月才做了一次聯校的正向教育工作坊 那是保持著,連年都是有的 那而校館呢,我們都繼續持續著這個正向教育的培訓和活動 那而外界資源呢,我們其實除了承戴這個正向教育研究室 其實我們還有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都有參加的 那還有有一些同事呢,去年我們有同事參加了第一屆 粵語課程的北山堂武國進修 那你呢,都有派同事去的 那所以呢,都希望,因為真的如果在英文方面呢 同時都可能會卻補說會擔心 還有如果那時候是說要去到外國才做得更加困難 那現在就是去年開始,第一屆這樣 又有粵語課程,又有中文課程 那就非常之好了 那所以我們都很大力推薦這些同學去參加 同事去參加的 那但是呢,剛才都說了,這麼多年都是正向教育 都是做這些培訓 那其實我們都有一些部署的 那就是譬如我們最初那時候 由老師可能未必認識正向教育 或者性格強項 最初去到認識了這一類 然後再去介紹一些成長型思維 希望大家,無論是舊同事,新同事 都是潛移物化去營造一個正向的校園氛圍的 那但是呢,除了在知識上呢 其實我們今年呢,都有些轉變 我們都多了一些活動 照顧老師的身心靈 因為始終呢,太多的理念 或者是理論 其實老師可能都已經掌握到 都已經認識了 只不過是他是不是真的自己幸福啊 自己是不是真的認同啊 那我們就透過這些身心靈的健康體驗活動 去帶出來一個正向的風圍 希望可以 那譬如我們做過浮遊巴 那這個就真的Zoom 你看到是Zoom做 因為疫情之下 那我們都處理到一些工作坊 都有做 那之後就會有一些聯繫的課程 有魔術表演啊 然後有沙畫啊 然後這個是香薰啊 然後有音樂治療啊 然後還有一個流體畫啊 那其實這兩年呢 我們除了就是過往 剛才說的 17、18、19年 其實都在教一些理論啊 實踐啊 這方面的知識啊 認知啊 那在這兩年呢 其實就會多了一些 照顧老師的身心靈啊 還有呢 都透過這些活動呢 看到一些講者是怎樣 用正向來包一包 可能之前有些debriefing 有briefing 是要怎樣去跟學講啊 或者是當中有些什麼 說話、語言啊 原來都可以是教 透過這些活動呢 其實我們都體驗到 都聽到是要怎樣去處理 那老師又玩得開心啊 因為老師一聽到 今天有工作坊啊 是什麼來的 哎呀 今天好像是有興趣包啊 有些這樣 那其實他們 看到老師真的是開心 不會好像疫苗一樣 那有工作坊啊 想改補啊 我想很多同事都會是 我還有很多補充還沒改啊 又或者我還有一些家長電話要接 要處理啊 那所以其實呢 這個活動的方法呢 其實真的可以照顧到同事的身心靈 還有呢 建立到團隊的 那最重要 其實呢 這個就是令大家健康 那接著說到健康呢 我們就學生的方面呢 今年呢 都全校做過正心平的活動的 那我們那時候是聖誕節 聖誕聖誕联歡那時候做的 那我們就拿了一個教材 我們那時候在想的時候 因為學校說有一堂是預備正向教育組做活動啊 那時候都想啦 那原來呢 在剛才我說 蔡馬會合作實踐計劃那裏呢 那裏呢 他有一些社會情緒資源的配套 是給老師去參考的 那我看過 就拿了其中一個呢 就是等小朋友認識健康 不是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有一課是這樣的 那我就再配合靜心平這個活動 就等同學知道呢 其實在日常生活呢 我們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情緒 那有情緒是正常的 那可以是正常的途徑去抒發 但如果真的有時候是特別令到自己動搖 說平靜不到下來 那我們可以是怎樣做呢 那就教了他們呢 可以是用一個靜心平來平復自己的情緒 那就全校一至六年級都有做 不過呢 當中就一定有辛苦的了 老師因為呢 譬如一年級 要幫他擠一些膠水下去那個 那個膠樽上 那樣是有一個困難的 一個老師要去照顧這麼多個小朋友擠一些膠水下去 那其他級呢 其實都是需要老師去協助 那所以那個活動那裏呢 你會見到 老師會辛苦 一定的 但是學生呢 他做出來的效果呢 他們會是開心的 那可以是在那些物料上 再去調節一下 可以解析老師的那個分文的情況 那剛才除了一些綜合的活動呢 我們還有一些英文科有感恩節 那以往呢 我們可能感恩節在上課有些活動 那今年的活動呢 就有一個今年的活動呢 就有感恩節的貼紙 就可以同學去設計 本身呢 也有畫了一個 可能有定一個框架 同學子就寫一些句子去送給他想給的人 都有一些白色的櫃子呢 是讓他們自己去設計 然後再送給人 但是發現呢 那些櫃子都不夠啊 他直接自己呢 去找些紙啊 或者是怎樣呢 就去再處理送給他喜歡的老師啊 或者他的家人啊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低年級呢 我們以往都有一個呢 就是製作火雞卡的二卡的 那跟著呢 我們還有一些科目呢 就是愛心點唱站 那剛才就說他學回老師的 因為在這個呢 我們一個考試前的打氣 那在考一啊 考二的時候呢 都由老師帶頭 因為都因為疫情之下 那我們都是老師自己收拾會方便一些 那但是呢 老師呢 他第一次考試那個時候 是做過開頭 去到令到學生知道 怎樣唱指 是可以怎樣寫一些感恩 祝福鼓勵的說話 那我們老師就寫了 跟著呢 再找同學呢 邀請同學呢 去到拍片錄製 去到講出來 那就放了一下 找同學呢 都可以是再去回味啦 除了在課室裡面看完 那這個都是令到同學呢 知道原來是 怎麼唱站 可以怎樣寫字 可以有些 有個相片給他們 到考試三呢 就到同學仔去寫 不過呢 好像就不是考試的苦力說話 而是呢 真是一個 是全國年可能的答謝 感恩的說話來的 那剛剛是第一個了 正向情緒 這次呢 第二個呢 我們就全程投入 和成就感 那就是呢 陪育孩子 充滿正向能量 那就是希望他呢 感到喜悅 喜悅 和樂活的 那我想很多學校呢 都是有 生日會 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學校 有生日會呢 因為我在附近幾家學校 都有生日會 那其實生日會呢 都有 有 最近EDB的同工呢 有來和我們聊過 聊天 關於國安局 國安局 那邊呢 有來過我們學校的探訪 那他呢 其實有讚賞我們呢 有生日會 因為他想著 幼稚園才會有生日會的 那現在 我們小學原來都會有的 好像都是一個比較 一個閒節 他會覺得 所以都欣賞 那在生日會那裡 我就不特別講了 我上天也有講過 我們在同學生日的時候呢 第一他可以穿便服回來學校 去年就有個襯章呢 特別他 他是生日的 他就可以穿回來學校 那今年呢 我們就 另外都有一些生日禮物 是送給他 和生日會的形式 單本的 和校館的生日會 那我那方面不講 那我就想講一講呢 我們的Superkiss計劃 那這個是我們的校館獎勵計劃 那用了我們 本身東華三院的 東東華華的角色 去到設計 就是提醒同學有一個性格強項的 那其實在裏面呢 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是將他分了三個範疇 一個是勤學的範疇 一個是自律守規的範疇 和一個財藝服務 那裏面呢 都有配合性格強項的 雖然我們說 之前呢 我們就教過他性格強項 然後現在轉到Perman 但是我們呢 也要維持回用性格強項 這一點 令他提醒自己是有什麼 有什麼性格強項 有什麼做得好 可以去維持 有什麼是overuse 可能要提醒自己 那這個獎勵計劃呢 主要就是讓他認識回自己呢 原來呢 我中經文物書 拿滿分 其實我有個性格強項 是喜愛學習的 原來我這裡呢 在財藝服務那裏 我參與校內表演 老師又獎勵我 其實原來這樣代表呢 我有熱情要降敬 我在校內比賽還獲了獎 我堅毅 因為我都需要經過練習 才得到這個成果 那接著啊 有個獎 那其實這些是可以提示到同學仔 去更加認識自己 還有一個例 實例 讓他知道呢 我這個性格強項 我是哪一方面表現出來呢 可以讓他這樣對翻 那這個呢 就是最新今年了 草原印 那怎樣呢 這個能量章 其實呢 我們草原就除了換小禮物 那其實呢 特別大獎呢 就會見到這裡說 全年呢 落最多超級的 每一級四個學生 或者每一班呢 兩個同學呢 都可以在這個暑期活動呢 有外出參觀的費用全面 那其實這個呢 就是今年的成績了 雖然疫情之下 我們其實有調整過 那些超級能量的印章 但是原來其實呢 很多同學呢 都真的拿到這個的達標 那這個是做什麼 今年的那個呢 之前呢 有去過 歷史禮 我忘記了 今年呢 我們就去海洋公園了 是星期三個天去的 是的 剛剛去完這張照片 是新鮮熱辣的 那其實這裡呢 都凸顯了 讓他們知道 哦 我有這些印其實就是獎我 哦 其實我住在全班裡面 可能只有兩個才去到的 那就有個正向成就了 那還有呢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第三個項目呢 就是加強學校 每一個成員之間的聯繫 建立親愛關係 替做幸福校園 那剛才我說呢 生日會那裡呢 我們有校本和班本的生日會 那這個現在這一張照片 裡面呢 我們的鄭校長 還有我們東東華華 兩個剛好借到我們學校可以用 那跟我們一起製作一個特別版的生日會照片 那麼還有我們生日之聲的同學 那他們手上年呢 我們有一本秘笠寶寨給他們的 上面都是貼了 我們剛才我說 我們今年的主題 幸福校園KHN的摩天文貼在上面 讓他們都認識到我們那六大元素 剛才說建立親愛關係 還有聯繫校每一位成員 我們有來的很多活動 這裡就包在家長 上一年我們就說想開展到 由老師去到學生 再去到家長 其實家長是做得最少的 剛剛開始 今年你會看到這些一定得市帳範會 企生日派對 同行幸福路 正向家長大使 其實這些都是家長工作方案 沒有寫完的 但我現在主要介紹的 都說不完 主要介紹我會介紹兩個 這個一定得是什麼呢 我剛才都介紹了 我們今年的生日會 其實有個主題就是叫一定得 那隻得我沒有印出來 我這次真的沒有跟大家說的 我們其實就 一會兒再說 先說了同行幸福路 我們在學期初的時候 10月的時候 我們就聯同了另外一個機構 另外一個計劃的負責人 跟我們一起做一個同行幸福路 正向家長大使計劃 裡面包括教了家長怎樣用正向管教 來跟小朋友去處理溝通 大家互相分享 另外也有做過一些 是幫他減壓的工作方案 譬如沙華 然後中間我們還加了一個親子活動 有一天來做親子活動 就做了一個原藝活動 就跟他增進親子關係 在做這個親子活動之前 就是做這個原藝之前 其實我們還做了一個親子活動 去玩玩遊戲 加親子二人一組 然後去做各式各樣 去增進他的感情 剛才說的一定得的 第二個想說的家長活動 就是一定得視障藍 每期生日排隊 其實我們之前疫情 我想大家都很困難去面對 或者處理學生的情況 我們在3、4月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3月的時候暑減 有些事情其實真的在實體交代不及 或者是處理不了 或者也做了一些學生的問題 我們就用了一個視障 有一天就做了一個視障晚會 都跟他們做生日派對 跟他們去玩遊戲 玩的遊戲就會有這幾個 在廚房裡找一些圓形的東西 然後一起都離開了鏡頭 整班老師都去找 第二題就是黃色 大家在學校找不到的東西 第三就是粉紅色 軟綿綿軟糊糊糊的東西 第四就是找一個家人 其實是在3、4月疫情之下 或者今年很多因為疫情的元素 很多活動都變成Zoom 或者可能都有段距離 因為學生真的不夠設備去進行Zoom 少了跟同學去到見面 或者家長都跟學校去接觸都少了 因為以前可能會多些來接到小朋友 放學會跟他們聊聊天 現在變成有時網上授課 其實他其實都不用來學校了 少了很多這些機會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次晚會 用來跟家長拉近關係 還有跟小朋友再去處理一下 他們有什麼特別情況 或者班裡面的關係 會看到有些圓形的東西 在廚房 然後剛才有黃色的東西 你會看到同學拿出金風扇 拿出來 這個真的在學校找不到 好了 我們的校長都有一起 跟我們逐班逐班 進去跟生日之星 說祝福說話 再有一些訓練 還有跟我們的班玩了一些遊戲 然後粉紅色與綿綿 還有最後其實我們有鋪牌 找一個家人 因為我們在最後找一個家人合照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說一些 說一些正向的說話 是教家長 家長最後找一個家人過來 就請家人跟我們一起去聊聊天 還有去看看大家的近況 我們還有一些活動 而其實我們有很多方面 邀請家長去參加我們學校的活動 我們買了一個盒子 然後就去做 這個是學生的 叫學生為何在疫情下保持微笑 他們就透過盒子 去到放下 可能說我喜歡吃紫菜 他就拍張照片放上 自己在家裡炸雞翼 又放上來 有同學有很多互動的 有老師會去回答他 有同學會去認他 譬如我們的孤人社工 他又放女兒的照片下來 在疫情下 多了一些時間跟家人相處 簡單玩一下 風仔已經很開心了 大家都上來去到分享自己 如何保持微笑 帶回一個正向的情緒 給不同的人 另外 其實我剛才說 我們希望接觸到多些家長 剛才說英文科的活動 其實感恩節 我們也有一個是Tagler的活動 會有邀請到家長一起去參與 所以在這裡也看到 把感恩節的快樂 或者是感謝 都帶回家 而最近還有不同的Tagler的用處 我們有一個幸福學員KHN 幸福時刻的攝影比賽 校館和幼稚園組都有 首先我們發放了資訊用e-class 讓家長知道如何發放 截止日期 然後我們再發放 還會有冠亞貴 我們已經選了 有冠亞貴君 最喜歡人氣大獎 等小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參與 我們也有推到幼稚園親子組 也有幼稚園的學生 是來我們這個Tagler 去做攝影比賽的參加 而我們最後一個想介紹的 就是我們現在做一個 幸福校園KHN的壁畫設計 其實最主要是想全校參與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新的延伸校舍 希望那裡有一些白色的牆 我們打算讓同學都參加 可以去設計增加他們的歸屬感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校舍 舊譯、新譯 而這個延伸的部分 就是新來會開張的 我們這個設計有兩部分 有六年級的畢業班 以及全校同學 在六年級畢業班的壁畫 其實我們在學校默釋了三塊給他們畫 剛剛有一塊、兩塊 加上第三塊 我們就有三班、六年班 他們每班就包辦一塊 有不同的 因為他們始終是班自己的班去設計 有個主題要他們 我們那時候疫情之下 都是三、四月原本打算進行的 不過暑假 所以變成五月 但五月的時候 其實疫情也不是那麼穩定 都還沒回到下午 我們都是用網上工作坊去做 剛才說因為要全部參與 同學都會加一些草圖 還有回來學校 我們真的安排一個試藝課 給他們去進行畫個壁畫 這些就是工作坊的內容 同學們 譬如這班談好了要有個舞台 還有一些同學表演 他們覺得學校都是一個多才多藝的 很多活動都是多才多藝 可以提供給到學生 所以他們這班做了一個主題 這個就是另外一班的同學 覺得自己上班 或者覺得學校運動的方面是比較好 所以你會見到這裡 很多可能是有些獎牌 伴樂櫃、藍頭場 有一班他們的主題 這班就是剛才說 覺得多才多藝的 那一班的設計圖 另外一班就覺得因為近年的疫情關係 多了Zoom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會有一格格的人 其實這個原來問他們 他們想著是Zoom的 然後是網上學習的 所以就有這麼多科技的東西 有一班就聽了做這個主題 最後他們的定步是這樣 其實他們的畫已經是製作好了 不過我就忘記了拍下來 這一個就是他們實地去到做的時候 那個情況 而另有一個就是壁畫設計比賽 就延伸校舍那邊 我們有一些白色的牆 希望給同學一至五年級 或者六年級都可以繼續參與 那就會有這幾棵牆了 一棵兩棵 這裡有兩棵牆的其實 那我們都是在啟科那裡 首先就讓他們認識什麼是叫壁畫 我們以前有試過家長 是幫忙畫一幅壁畫的在學校 然後學校其他地方原來都有做過壁畫的 我找回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試藝科聯合家長 是有家長義工畫到壁畫 在試藝科那裡融入了介紹給學生 再用回當時用的例子 去讓學生認識什麼是壁畫 以及香港一些壁畫的打卡點 然後最後就介紹給他們看 在學校裏面一些壁畫的主題是怎樣的 給他們一些 sample 讓他們去參加壁畫的設計 這裡就是一些低年級組 他們設計幸福校 我們的主題是幸福校園 我們就是幸福校園做一個設計 這些就是他們的低年級得獎作品 親子組的 接著是高年級 中年級 他們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很多都是手牽手 會有音樂 會有彩虹的 還有還有 剛才說一定得到 其實就是這隻鴨仔 我們那個主題 有些項目都會畫出來 這個就是高年級組的 最後呢 我們就訂了一個稿 就是用這樣的壁畫的圖 都是用了學生的作品 那這邊呢 我們就會畫回Perman 加H的一個情況 做一個書 而我們呢 就進行著 不過原本今天呢 都有一場 都有四班去做 不過因為天語關係 就取消了 那這些是之前呢 同學在做的了 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是 到了這裡 我們那個主題 幸福校園呢 我們就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去包攬 都是想帶出Perman Guide 那如果大家想認識 我們學校多些 我們有學校網頁 都有學校Facebook專頁 裡面呢 都每天都有些活動 在我更新的 那多謝大家 大家有門 可以一會兒再問我 的